大家好,我是杨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当你特别生气的时候 会结到两肋胀痛 这多半是肝气与结导致的 因为肝的主要作用是疏泄气肌 因为各种的原因 比如优丝、脑怒等不良情绪的影响 导致了肝湿疏泄 气肌不能正常运行 就会出现肝气与结的问题 还有情绪烦躁、易怒、面红耳赤 眼睛眼泪比较多 口苦咽干 夜间烦躁不宁、难以入睡 如果长期的肝气与结 还会影响到其他的脏腹 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个 疏干理气的动作 这就是推我们的两肋 因为肝经的寻形区域 就是我们的肋骨两侧 一旦肝气不疏 会出现淤质问题 痛则不痛、痛则不通 解决这个问题 根源就在于疏干 动作非常简单 就是用手掌推两肋 由上向下推 左手推左侧 右手推右侧 动作匀速 要稍微用力 鞋内部是肝脏功能行驶的通道 推推两肋 会让肝气运行得更好 特别是每次感觉胸口发闷的时候 都可以推推两肋 能够明显地感觉到 那股浊气被撕开了一个口子 很多人在推的过程中 会打嗝或者排气 得出正常的现象 其排出之后 全身就会感觉舒服不少 对于肝气愈疑的人来说 多进行体育锻炼 也有助于症状的改善 运动多了 身体的新陈代谢就会加快 体内的垃圾和毒素 能够被尽快地排出来 从而减轻肝脏的负担 肝气愈疑的症状 也会大大的减轻 平时还要注意 保持良好的情绪 人如果经常有负面情绪 就很容易产生肝气愈疑的情况 所以想要调理这种症状 就必须要保持良好的情绪 不要总让自己沉浸在悲伤 紧张 以及焦虑等不良的情绪当中 要乐观地面对生活 调解好自己的心态 平时还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最好是每天晚上 保持7-8个小时的高质量睡眠 睡眠质量提高了 肝脏也能够得到充分的休息 干几局的情况 自然也会减轻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有请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阳 咱们下期见